這屬於植物的,屬於蚕,是一些逆人菌 這邊,這邊不太好走,小心走 小心喔,首先我們來看,這個是菇桃桿菌 菇桃桿菌,我大部分都用在檸檬上面 你們聞聞看,香香的 不用很貼近就聞到它的味道 菇桃桿菌,它可以抑制一般有害的一些增菌的增長 然後我可以取代一般的沙菌劑,化學的沙菌劑 然後我就不用,不需要再使用那種一般的農藥 它直接就可以提升植物的免疫力 好,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龍林菌 這個菇桃桿菌,味道不一樣,很香喔 對,味道不一樣,非常的香 對,這個龍林菌,你看一般來說 我們的那種化學肥料,或是有機肥料 它裡面的菱,一般都是屬於比較大分子的 對,然後經過這個龍林菌,它代謝之後 它變成小分子,我們植物就可以很容易來吸收 對,可以提高我們肥料的使用率 對,這個是非常好的菌 可以大大減少我們肥料的那個 用量 來,接下來再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木莓菌 嗯,這也是香香啊 對 木莓菌,一般來講 它這個木莓菌,它會寄生在我們那個植物的根系裡面 是 然後它也是可以提升我們根部的吸收 提升它植物的免疫力 根部的健康 根部如果健康的話 植物自然健康,它容易吸收 對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菌 我基本上大概就是三種菌 總共用了 你 Me A coincide,你 Edwards 它可以接觸一些 又就會適合 savoy 谢谢观看